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在宁波的第二天了 今天我们来到了宁波的东泉湖 我们身后就是那个东泉湖 在那个趁着夕阳还在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喝些茶等等朋友 对 两位朋友一起过来喝茶 我们把那个雨喷唱出来了 正好对着阳光 你展示一下我们车周围的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很漂亮 对 这前面后面是山可能 有一条小山包 现在是夕阳不错的时候 这是那个东泉湖上一个景区 叫小普陀 小普陀对 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堤 可以走到那个小普陀去 据说这儿的那个水上观音很灵 很灵验的 好 好 我们在这儿享受一会儿等等朋友 好 这就是我们的环境 在东泉湖坐车的地方 前面就是那个东泉湖 小普陀 这个停车产现在人不多 接近黄昏的时候呢 今天天还是很难的 小会儿在准备泡茶了 你看这个 这个在这么好的那个景色下面啊 这么好的环境下面 其实我们同时在做几张事情 嗯 我们在边享受 边工作 哈哈 哈哈 好 这就是那个余晖中的东泉湖 远处的山还是很漂亮的 很有层次 稍微有点 烟的感觉 烟雾的感觉 我们的车就在这里 我们的车就在这里 这里有个半圆形的突出 离水更近 好 这里人和水的关系非常近 虽然这个地坝修的是 比较 呃 高丁水泥化 好 太阳已经到山的后面去了 好 可以的话 我们会今天晚上在这里 住车过夜 我们开始 准备我们的晚饭 先煮上一锅粥 今天用电饭煲做 嗯 呃 我感觉了这个 朝这边走 像山坡上滚下去 的感觉 哈哈 有那么严重 这个时候我们再做一个 错了 这是一个什么 那个大闸戏的蘸料 哇 切的这么西洋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就是什么 西洋切法 用中餐刀的西洋切法 好了 这是那个姜泥 这是 红椒和胡萝卜 黄芽菜 这是 这是 这是娃娃菜 大家说黄芽菜 大家不知道是谁 挺大个儿的 你看我们这个厨房龙头 是吧 是一个 其实很专业的厨房龙头 嗯 好像可以调的很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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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们拿这样一个 东西啊 一个特制的蒸锅 来蒸蟹 它叫蒸蟹锅 哈哈哈哈 哈哈 骗子 这是小熊的一个蒸锅 然后 蟹就从这里进去 来 1号选手 哈哈哈哈 12号 每天 13号 它上面就没有在这东西了 没有盖得上吗 盖得上吗 很好 很不错嘛 对啊 这是专门蒸六支蟹的果汁 哈哈哈哈 它就没蒸蟹锅 它有那个 包子 肉类 海鲜 海鲜 20公分 20分钟 20公分 哦 go ahead 这个大概300瓦什么的 还可以吧 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 电表上面写的多少瓦 那个绿的上面 现在是705瓦 705瓦是所有东西加起来 然后还开了一个这个 嗯 对 这有100瓦 这是温菜板 冬天的时候 菜 容易冷嘛 嗯 再开个灯 又上去一点 做好之后把它放在这上面 等另一个菜做好了 这个还是热乎乎的 好吧 用它蒸 好 大展现出来了 这是郭先生 到附近的酒店里买了 是吧 他说是当地的那个黄酒 阿拉老酒是当地的 真不知道阿拉老酒 古月 这个是20 这个呢 15块 15块 这放在这个 这个温菜板上 温的黄酒 热乎乎的还蛮不错的 这颜色看起来不错嘛 那喝起来怎么样 再加点吧 我们这个小推车 现在是拍这个用处的 好 放了个小电脑 哈哈 再看视频 可以 倒点这个来吧 嗯 好 这是什么 红美人 向山红美人 嗯 这是那个凝固向山的特点 橘中爱马仕 它的颜色是爱马仕的颜色 嗯 橘中爱马仕 这是红美人 一共有四大美人 红美人 最令人 就像那个上海的那个汤包一样的感觉 啊 热乎乎的 怎么吃呢 我去拿支吸管来试试 我也吃吸管 这吸管可以吗 你试试吗 可以试试看 我给你搓个洞子吧 你这不是搓 稍微 试一下 怎么进去呢 不是这样的 1 2 哎呀 哎你太过分了 你看这个汁 快点给你吸一口 水要出来了 哦 真的可以吸呀 吸管都扁掉了 太吸了它 哦 这个吸管有点 里面有果粒的 倒一倒呢 可以吸点水出来 我来试试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但是我想看看 红美人里面是红色吗 对别乱吐了 算了 把红美人给切开来 你看管子都吸扁掉了 哎这一切不是他糊涂吗 哇 这叫红美人吗 红在哪里呢 哎 为什么叫红美人 因为他不绿不蓝 那就是红美人 哪有蓝色的 嗯 好吃 这个皮薄的 咱先吃一口 嗯 好吃 真像果冻一样 真像果冻一样 这就是在果冻 对 就我们吃的那果冻成 但是它比我们心里买的大 它层次的最高境界就是 嗯 皮薄之多 它不像那个柚子皮很难包 这个皮薄成这个程度 嗯 真的很棒 这层子 这是象山的特产 象山特产 哇 这好暗呀 嗯 太恐怖了 你像个鬼一样 我们来取水 我们去取水 我们去取水 应该可以开车过去 我们有比较长的管子 但是感觉比较麻烦 还是 用一下我们新的设备吧 取水的一个箱子 挺麻烦的 要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 这样一个东西 蛮大的 哎呦太吵了 声音会很吵 装上水之后是不是特别吵 好 先提着吧 现在外面非常冷 嗯 只有八度左右是吧 从那个方向 八度左右是吧 好 我们在这里取水 这个龙头呢 呃形状很怪异的 所以我们呢 要用管子 用管子 这个这个桶是可以装多少水 呃可以装 可以装四个生水 这么多那个东西都是干嘛用的 不知道呀 为什么要这么多盖 没有说明书吗 没有说明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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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那你先把 奶嘴 它就是任何龙头都能够fit的 哦 就奶嘴 这里拧上去 这里 然后这里进去 啊 插进去 就可以了 当心别弄到身上 哇 这个有一点 还有一点那种 松 嗯 还可以四十升很快 我们那个两百升也就是十分钟 嗯 这个四十升蛮厉害的 我们的车是 两百二十升 四升的话 那就是 五桶水了 啊 五桶 一般的话我们也不会到 用到零的时候再靠这个东西 一般都是弄到一半或者一半缺一点 嗯 就是拿了两桶足够足够了 嗯 那问题还是就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把它吸进去 是比这个要慢多了 要用电的是吧 对 吸的时候是经过初几过滤吗 嗯 吸的时候经过过滤的 但这个自来水其实呢 是不需要过滤的 对啊 就是平时我们加水的时候 是不经过初几过滤的 对 那你装那个初几过滤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从河里打水 或者从其他什么地方 精力打水 打那个水是一桶一桶的嘛 吸进去的时候过滤一下 嗯 大概用了多久啊 我忘了看时间 这一桶要兼满用多久 完了 应该要五分钟 五分钟半 哎呦我是不太明白 那些是有什么用 它就这么高了 对啊 哦它一根管子了 哦它自在一根管子 你没有注意到 我对管子很用处不大的 还有一个什么 开关系系的东西 干嘛用的呢 关那个管子 它是不是这个可以放高 好像在漏水 通过压力可以出来 在漏水看到吧 哦不对漏水 哎是呀 哇这个很重啊 嗯它都太短了 而且你这么弯着腰 这比较吃力 哎呦 哎呦 这个好像有点 人直不起来的 对吧 哇 这声音有点太小 感觉不太好啊 感觉非常不好 就是太低了 太低了 那我来拉吧 不你根本拉不动 不会吧 它不是带轮子吗 带轮子很重啊 但是你这么高 人高这样拉着很难受啊 好像要想办法 就是加长一点 那我脚会吞到这个地方 这个水箱啊 它那个脱感特别低 40升水特别重嘛 它个子比较高 那个脱感这地方 就拉手的地方特别低 嗯 脱起来特别累 如果近还好 稍微远一点没办法 它现在把它 从那个取水的地方 到我们房车走了一半 然后它就放在这了 去拿那个小拖车来拖它 好了 它拿拖车来 用拖车来拖了 它的拖车能不能 嗯 这个拖车应该还可以 这个要反过来嘛 那个轮子会滑的 你看 这特别不实用 我觉得 这吃不消啊 用这个拖车呢 它可能就是那个拖感 长一点了 会好一点啊 这一点不费劲了 好 终于把水拖回来了 吸水的管子 好吧 好吧 那它吸一会儿吧 就是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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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吸一会儿吧 好吧 好吧 那它吸一会儿吧 好吧 那它要很长时间了 好吧 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